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是已经 比如讲,当然是有兴趣,已经报名的,已经读学的,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课程了 也有一些即将可能在下个学期要进来的 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有兴趣的 或者是单纯为了自己本身想要多了解的 还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 所以我这里包含的内容呢,除了是对你自己个人有用之外 也包括如果你是有兴趣要学这个行业的话 我也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内容 好,那现在我先来讲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说中医到底是怎样去诊病的 诊病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去给病人看诊 然后去做一些检查 从这个检查之后呢,我们再来确定我们要怎么做治疗 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要确定下来 这都是中医师的一个工作范围 那现在我们来讲,中医诊病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中医就是把麦了 或者有一些人看过戏的 有些人还知道我们有看舌头啦 那除了这两个比较重点的一些检查的手段之外 我们其实中医诊病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 我可能会在这里粗略的给你们看一看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详细的讲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除了把麦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万舌头看这个舌疹的 这都是经过了很多时间,超过一千年 可能两三千年的时间累积下来的经验 而且还有很多人去,比如讲,觉得他有错误的 要去修正的,还是有不足够的去改善的 所以经过这么多千年的时间,他累积了这样一套的经验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 好,我们讲,中医要进行哪些流程来诊断这个疾病 对于这个疾病就是有病的或者有不舒服的人 他们来到中医师的面前,他们会经过怎么样的流程呢? 我们讲,诊断,诊呢,就是做检查 诊断就是确定他这个病症 然后我们要做下一步的 我们讲,要确定他这个病因,病性,然后这个病名 然后我们要去决定用什么要的 好,这里我们就把它比喻成,诊呢,它就像是一个侦探去查案 在探案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侦探去查案 他们要查,或者讲,他们要去证查,要去搜集的资料是非常多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认识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一个系统 就是等于是盲目的去找一些线索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中医理论的根据,我们去找线索呢 我们就有一个调理,我们的思路就会比较清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很有调理的把这些线索告诉你们 怎样在病人的身上找这个线索 好,找到线索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比如讲,当然这个就是讲,可能是法官,他们要判案 那我们医生判的呢,就是他是什么病名 包括中医讲他是属于什么病性 同样的病名,比如讲都是胃痛 有的人可能是疯的,有的人可能是寒的,可能是热的,可能是虚的,可能有雨血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病性 所以同样一个病,在中医来看,他有很多的不同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呢,就决定了中医的治疗的办案 可能是用药的不同,用针的不同,也可能其他外治法都有不同的 嗯,好,现在我们再接下来看 好,现在整合段,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个概念的,对吗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 主要的方法,好,这个我们讲看着头和把脉都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听到,或者看电视看得到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综合整段 好,综合整段就是我们去收集的各方面有关系,或者我们觉得很重要的线索 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们再来确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病 好,我们来介绍这个四等 这个就是,呃,诊断的方法,我们总的把它呃,呃,归纳成四大例 我们叫望闻问切,望呢,就是眼睛看,闻,闻的意思呢,包括听声音还有嗅气味 对,问就是通过医生和病人的沟通,医生去,呃,为了一些,呃,有目的的去寻找一些线索 进行一些,呃,我们所谓问诊 好,另外一个是切诊,切诊的意思呢,就是,呃,医生去接触病人 包括我们所讲的打脉,或者检查某些,比如讲他有,呃,肩膀痛,或者头痛,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检查 肚子痛,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都是属于切诊的方法 所以我们把这个呃,呃,总结成四个大例 从这四个大例呢,我们把它成为四等 四等要合参,合参的意思就是参起来,不能单纯用一种 因为我们要有效的收集,呃,呃,有用的线索,我们要合起来去分析 所以我们把这四等的看,单纯的一个整法,不足以了解全面的一个病症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因为现在有很多呢,都是用单一的整法 我们也听到很多了,即使在本地,在中国,我们都听到很多 单纯用把麦,他就能看病,他不让你说话,你什么都不用讲 他把完麦,他就开放病,也有这样子的医生,对吗?我们也有听过 好,还有一些呢,我们看到一个妄言是病,他们甚至还有出书的 嗯,所以这些呢,他们其实都是有经过,可能一个团队的人,他们去做研究 而且可能是用很长的时间去收集,这一些,我们讲,保重规律集合起来 怎样的病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睛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单纯看眼睛,他们就能确定一些病的,也有这样子的医生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看掌纹的,掌纹这个方法呢,到现在为止不到30年 好,那这个掌纹呢,除了我们这几条线之外,他在单纯的三角主要的线上面 他们会发现一些,我们讲像导这样的东西,一圈一圈一圈的,或者是他的纹很复杂的 或者是一些三角形的,正方形的,他们去把这种规律找出来了以后,他们再去确定说,你这个人,或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找病人去做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哦,同样这种病的人,他身上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那时间累积久了以后,他一看到这变化,他就可以直接推断说,你应该是这个病人 因为我在100个有未病的病人的身上都看到,超过50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所以他们反过来,他们用这个方法来整病 可是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我们是系统的学习这个中医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学生用最详细的,更细心一点,我们去把这个线索找出来 全面一点,确认是这个人,确认是这个病,我们才来下这个决定 才来做这个治疗,我们确定这个治疗的方案 治疗呢,包括用药,我们有用药和非药的方法 非药用治疗就是包括针酒,还有推拿等等,都是外副药的 像现在这些呢,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拍过这样子的医生 我们也不去否定他们的存在,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联系了很多的经验 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他们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够全面 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学习了正统的,全套东西学习以后 我们不妨去看看,人家做了几十年的这种研究 人家在做什么,这种研究这几十年的研究 肯定不能比了好几千年的这种东西来得成熟 可是他们肯定发现到一些规律,他们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 不是五年,不是十年,是好几十年的时间去做这个研究 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很绝对地否定它的存在 这次我换另外一个比喻,比如讲刚才我提到 我们讲,我们终于抗病,像西医抗病,它也是像查案一样的 像侦探去查案,那么这个查案,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那如果有单单一个方法,或者有单一的证据 那会很明确的确定,你这个人就是犯罪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什么CCTV,它全程录下来了,你已经没有得否认的 在这种情况,我们当然要怎么讲,就是要承认它 我们必须承认它这个证据,它是很确实的,没有得否认的 那如果我们用单纯的一个卖的,或者看眼睛的,或者看掌门的 它可以确定的话,我们也不要去否定它 觉得它的东西很不够成熟,每种东西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客观的去看各种情况 好,到这里呢,我们再讲一讲,像西医院也有很多手法 咽血,然后做化验,或者是做X-ray,做Scan, CT-Scan, MI 这种是已经,我们都知道它是很小,接很具体 如果你当成做一个CT-scan,你就已经确定了,哦,你就是有一个种油的 那么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再去,为了这个种油,我们再去做很多很多的检查 对嘛,这样不用再浪费,就去咽血,咽什么,做一系列的东西 还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种油的存在 如果它是既然确定的,我们就想办法去减轻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反过来讲 好,那所以呢,我们中医的诊断,为什么不完全用西医的这个技术 因为西医的技术现在很先进啊,它马上就可以确定说 你现在身体就是发生了这个问题,非常明确的 好,那中医呢,我们它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这个诊断技术 我们甚至呢,会结合在我们的中医学这个课程里面 虽然学中医的人,他都必须要学习 而且要懂得怎么去,我们讲判断 我们拿到这个化验的报告,检查的报告之后,我们来会判断 判断它这个情况是轻的还是重的,危险不危险 甚至它还有可能发生什么样,就像现在还没有出现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病,它接下来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都必须了解,从西医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病 好,反过来中医认识的这个病,就像刚才我讲的 即使是胃痛,我们也分很多类型 那如果是胃的癌症呢,我们能不能一个方子去治疗所有的胃癌的病人 因为在中医,我们还是讲究一个个人他的体质 一个体质是虚的还是实的,实的我们还分寒的啦,热的啦,风的啦,湿的啦,等等等等 那虚的,我们还要分每个脏腑,我们还分脏腑,我们五脏六脑这么多个地方 到底哪一个脏腑出了问题呢?胃癌不一定就是中医的胃这个脏腑出了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胃癌很多可能是他的皮有问题 或者他的肝有问题 这就等下我再来介绍中医为什么会这样去确定这个病位 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中医开的方子 所以并不能讲说,现在我们有很多流传有些好心的人 比如说,啊,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戚他的癌症 吃了这个药方吃好了,我就复印可能100张还是多少张到处去拍 你们就给那些有胃癌的人,你们就照着这个方子吃 所以当你们了解了这个我们中医的整病的方法 你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一张方子并不能给所有的同样的疾病的人吃 因为我们中医对待一个疾病 跟西医对待一个疾病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们下来看第一个,然后我们讲四诊的第一个是望诊 望诊就是病人来的,我们第一个去收集线索的这个诊断的方法 第一个诊断就是望诊,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里面,病人一走进来,我看他的形态 走路的固态,他的神色,各方面的,我就一个初步的了解 比如讲这个人,他走路比较缓慢的,还是他走路的时候抱着肚子 还是走路的时候很不稳,固态很不稳 这我们在第一次,就是第一眼看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呃,送集资料的 就我们必须去把这个东西进行分析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他的这个表现之外呢,我们还要具体的再看,再详细一点找线索 除了我们一眼看到的,不用抱着肚子了,我们大家会想,嗯,那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可是肚子哪一方面都不舒服,我们就要具体的去了解,去认识 好,我们现在这里讲妄疹,最终思绝观察,我们讲神色,气血,境落的形态 包括他局部的,还有蛇像,就是蛇头,分裂物,排泄物的色和质的变化 沿着还有质地的变化来,呃,整查这个病情 所以这个妄疹的方位,除了全体的,还有局部的妄 好,接下我们再讲,这个原理和意义,因为我们中医呢,我们的认识呢,我们的认识呢, 是从外表,因为古时候的这些古人呢,我们没有这种现代科技的帮助 所以他们对一个人的检查的办法呢,是很仔细的 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他们去检查很多不同的这种,在人体上面的变化 比如讲,以前的医生他们对待一个病人,除了在,呃,我确定,开了方子给你吃药之前,给你做很详细的检查 甚至在治疗过程里面,因为那些医生是全程看着病人的,医生会帮他煮药 那些特别的变化,他们就收集起来,那收集起来,当然他们自己写成很多的书 所以我们现在,呃,我们上课,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去把这些东西怎样学完呢 当然我们就会编一些课本,我们讲教材,把它们这些东西总结起来,编到一本书里面 让你们学中医整段学,所以我们学中医怎样看,人体身上的这种,呃,病理的变化 或者我们讲,人体身上出现的一些讯号,这种不正常的讯号 有一些不正常的讯号,我们可能会觉得,都是很大的,我们比较头痛 有些人觉得,我不是太痛,我还是可以继续我的功课,继续我的学习,或者继续我的工作 他们不一定看医生,像这种讯号的出现,我们中医也会把它,呃,这样,我们都会有方法去处理 可是像这种讯号呢,有时候西医并不会处理,西医不会处理的意思是说,他会觉得你这个病不是病的 比如讲,有些痛的,肌肉的痛,头痛,只要他确定你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并不会很深入的去做一些什么治疗 可能就是给你很单纯的止痛药,或者他觉得你是肌肉的问题,给你送进药,像这种就是,呃,西医直接去处理的 那中医对于这种痛,等一下我再给你一个点,中医对于疼痛,他们有多少种的看法